今天教育我們基隆這部分 拿給我們非常多非常多的一個指導 讓我們基隆在社大學整個教育的一個發展 有非常地一個很好的一個清楚 在這裡呢 真的要趁這個時間 好好謝謝一下我們黃老師 那我想我就不做錯 我們就特別掌聲 歡迎一下我們黃老師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就開始說 我們今天要談的大概一個重點就是整個 國際的老人教育的發展趨勢 但是在前面我提了兩點 第一點就是為什麼老人教育會在最近這麼受到重視 為什麼老人的學習活動在近年來呢 蘋果的發展 現在老跟以前的老不一樣 以前的人活多久 以前的人他大概都活五六十 七十叫什麼 古來西 能活到七十 自古以來很少耶 現在如果你無七十,走啦,下輝不能原諒你 為什麼你沒有?因為你夭壽 你對不起骨盒家社會的民主 為什麼對不起?因為你七十歲走以後 我們現在女性的平均測量是83.6% 男性是76.46% 平均是79.86% 人生九十,人生一半 我們也要記在腦中 你會活九十多歲 你會活一百歲生 你會活九十多歲,回到你的經典很少 而且你活九十,真的等你 真的對不起國家社會民主 大家就給你承認要死 這麼早,夭壽就是找死的意思 韓國的夭壽是這個意思 太不應該了,你們這麼早就這麼 你說那你就要走到哪有辦法 你平常沒有注意社群的保養 大家如果活到背,高長不如是八歲 你後來找到就等你,我查不到 所以現在不一樣 所以現在這個時代,全無古人 前面的古人沒有人活這麼久 我們現在這一批高齡者正是第一大 不知道,活到高長完就八 這次是第二大 你想想,平均83點多的話 是不是很多人活到九十幾一百 然後也有很多人 你沒有學過的東西,你怎麼不會 你有學過的才會來 人不是因老而懂的知識 人的所有知識都是學來的 不會,沒有去學 說我老了,我現在幾歲了,哪裡都不懂 沒有老就懂得知識了 所以老人是如果不學的話 沒有什麼東西可賣 沒有可以以老外老的地方 常常有一些人就會講 我喝過的酒,比你喝的水還要多 不論我吃過的鹽巴,比你吃過的米飯還要多 我走過的橋,比你走過的路還要多 都是這樣教訓人家 如果你沒有學,你的學問不能 知識不能以時激進 你有什麼可賣?我常常講說 這就是賣年種 一個賣酒桶,一個賣飯桶 就賣吃的比人多 酒喝的比人多而已,你能夠按什麼? 因為你學問沒有跟著年齡長進 你只是說我連換吃的米多 換吃的米多有什麼了不起? 你學問比我好,那沒有話說 結果你說我喝的酒比你多 那以後酒比我多有什麼好限量的地方 所以考得之外 不會引導人的知識 所有的知識都是學來的 沒有學就不會 人家都會有學聖問 所以老給我這個 老要學的地方 人生的每個階段 都有這個階段要學的東西 早年要學的東西 現在可能是很基礎 這個地方也要繼續學 工作上的知識都是由工作時候來學的 生活這樣的知識 這一段要生活 但是我這個生活這樣的知識 也是要由這一段來學的 給學習文獄 我們很想請 我們很想看 要解釋